我们这个项目实践于2016年 那么是于2017年的10月份开始投产使用 项目本身是引用了非常先进的荷兰文洛式联动温室的技术 包括项目本身所使用的硬件设施 全部100%原汁原味源于荷兰的进口于荷兰的设备 那么本身我们项目上也是跟荷兰的很多专业的供应商有深度的合作 包括瑞克斯旺的种子公司 包括我们这个温室是荷兰的刀层公司帮我们建造的 那还有我们跟这个薅公道引用了薅公道的这个环境控制系统 以及我们跟瓦赫宁根大学有非常深度的基础交流 环控的这个电脑 但是我们现在对我们这个公司来讲的话 提到了一个核心的控制大脑的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现在在温室当中的上千的这个传感器 能够把这个采集回来的这个温度 湿度 二氧化碳等等这些信息 反馈给我们这个中央的这个大脑 那么那么里边呢 它有一套这个内部的这个处理系统来告诉我们现在 整个温室当中的一些硬件设备类似于锅炉木帘 以及开窗的系统应该去开多少 应该提供多大的热能热量来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